我在城市林中搬一旦思追 今天很荣幸呢 我成为蓝企鹅的代言人 来主持这场直播 然后我今天要监督两位重要人士的 营业状况 这两位重要人士是谁呢 我给个提示吧 我在剧中呢 对他们两个做过一件一样的事情 送我去吧 可以进来吧 那我们稍微再聊一聊 那我们稍微再聊一聊 你们需要休息一下 嗯 其实我是第一次来到平均大楼 然后我觉得这边 特别热情感就是很多的 我有点小警告 希望能够今天得到大家的多个关照 之前的剧情你有在看吗 有有我一直在追 哦哦他蓝团啊 哦哦 你会一直在看 我们一起在这边打个小伙伴 哪一队啊 是个 是个 嗨 哈啰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万一 我是小赞 嗨 你们问了 对我刚刚有对 做到结果在剧中 我们对两位做过一样的 这个很开心的事情 就报答会吧 哈哈 对 呃 其实我在剧中虽然是完备 但是我今天呢 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监督两位 好好营业 你们准备好吗 嗯 嗯 你 一看吧 还挺早的 对 这边 这边是 这 公知各位先能百家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能要先发一个微博 告知一下大家 我们已经买上单了 嗯 所以我想请张哥和一博哥发一 一起发一条微博 带话题 澄清令和话题 肖战 玩一博 代班 腾讯视频 VIP 然后内容可以自由发分一下 一起发出一条 是这个 给打 对对对对 我打 你打 老王老师要来了 OK 可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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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了 其实这几周的成绩我都没有上线了 然后 然后 马上就完了 周三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 张哥学习古业天的成绩 好帅啊 但是我有个疑问 那我是怎么被唐光军带走的一博跟子 好 你记得吗 呃 因为当时是那个谁来着 那个 就是在篮家叛逃的那个叫苏舍 苏舍 他有去做香港要 要带走谁 带到 然后当时才发烧 对 然后就 是的 我就一直拦在门口 然后让他们进 对这样 那 不过剧情都 都暴落了 对了 其实 嗯 我究竟是准备被 航空军带走呢 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看到 阿灵 十六年后了 你们看过十六年后的预告吗 还没有了 还没有 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一起看一下 今天 今天晚上就要播出的十六年后的预告 嗯 然后给全网的令牌一起剧透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的精彩内容 嗯 好 好 对 对 好 来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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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